上一位小腿 卧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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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幅山 画的是 秦桑 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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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师又带着徒弟们唱画山面了 只不过这次两位徒弟的表现算是给自己挣足了脸面 作为德云社跨不过去的小曲 12年前的画山面算是彻底伤到郭老师 陈锋十几年都没再唱过 郭老师也是没想到 到了自家综艺的舞台上 这种画山面还能成为魔兽 这一幅山面 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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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马铁与沙僧 齐天大声苏武功 他要到西天 拜佛许真净 先不说台下观众的欢呼声有多高了 就只是说站在一旁的师父 这笑起来的嘴角都没下来过 看来陶阳这京剧神童的称号 果然不是白叫的 毕竟和师父还有师哥张运雷同台唱曲 我们陶阳的实力依旧不输 你去送老三 到两头白大夜 一辈子无忧耳 生了个女儿唱唱啊 小女儿 明朝这一世流啊 轻了多如鸣儿 姑娘叫大脸 姑娘叫大脸 从桥桃农业 此夕阳火无人才 琵琶断线无人堂 太阳落下山 就从而闹生转 日思夜想听不过 还在了我的门前 那月下了 今晚安三 今晚相归 大脸无可行大大 低头无花眼 一首小曲探情水河 愣是被这三人完成了三种不一样的演绎 张玉雷的儿女行长 陶阳的人间烟火 郭老师的事态炎凉 不仅是唱小曲好听 陶阳自己打板 唱起主板舒适 那才叫一个惊艳全场 不仅是打板的首饰 还是主板书的节奏和气色的 陶阳都将最好的节目展示给我们 最后一起欣赏一下 陶阳被自家师傅抢拍子的经典场面吧 天边月轮动 太阳马耕耳铃 天月照大空 月下老年火火的古兰山风声 点点各个西洋子 长寒一阵风 天边月轮动 天气都很轻 天气熬了 都不想眼前天马修 要不是张玉雷拦着 郭老师这唱词 怕是都要脱口而出了吧 虽说有个小插曲 但咱不得不说 陶阳在唱功方面 那确实是无可挑剔 你喜欢这样的陶阳吗 你还知道德云社全美 有哪些经典的唱曲片段 评论区的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